1 2 3 1 2 3 要做稻田嗎 做稻田嗎 數到3環保志工們合力將大大的花盆 抬上推車準備集中到巷口 讓環保局清運 高雄本土登革熱疫情持續延燒 累計到16日 已經有16例的確診 由於個案主要集中在前鎮區 17日一早區公所集合6個里 超過上百人進行環境大掃檔 尤其佔用在道路上的盆災 更是這次清除的重點對象 多少盆 100多盆很多 真的還有 還有很多 如果隔壁人家說要清 我們就又來清了 這以前都沒有預算在裡面 早上臨時說他也要清 我們就來了 我們就來清了 放眼望去光是一條巷子裡 就有數十盆植栽 有的住家陽台植栽甚至多到 看不到原本的牆面 而這些盆栽一旦沒有好好整理 加上天氣炎熱 就容易滋生蚊蟲 對 蚊子都很美這個樹對不對 你比較暗 晚上也都美的樹樹很多 那孩子也會 也會定到 是你們現在說來這家 像剛才我們家的蚊子都 補補去有多少呢 我們孫子都定得多 據我所知道的 像前兩天在我們附近 都還是有在住戶的門前 找到那個溶器水溶器 裡面都還有解決 有病沒聞 你老公說你這個在幹嘛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們說這個清清的 這個也比較清 門口也比較清 這 這 這是什麼 這腳一定是多少 這個 這個 里長挨家挨戶詢問 李明家中有沒有要丟掉的盆栽 因為里內有不少盆栽 其實早就沒人顧 趁著這次大掃蕩 將不要的盆栽清除 除了避免滋生病沒聞 也順便替里內大掃除 盆栽裡面那麼多 要整理乾淨對不對 這樣比較有登革路 因為我們年輕人 都在外面工作 沒時間處理家裡面 對 因為 因為太重了啦 太重沒有辦法搬 因為他也知道現在 登革熱 登革熱這麼嚴重 大家都會體諒 都會體諒 他就說 我們過通說 你不要我們今天幫你載走 不然以後 你們要距離載就要花錢 大家都可以接受 本土登革熱疫情持續擴大 不斷傳出確診案例 讓前鎮區居民人心惶惶 里內也趕緊動員大掃蕩 希望能借機清除資深員 記者邱玉婷 蘇宇文 高雄報導